歡迎回到現場 那麼2022是一個多變的年代 那2022走到十一月結束了 現在進到第十二月 最後一個月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看到 今年這個世界變化是巨大的 從CPI的拉高 到美國暴力式的升息 然後走到現在 全球股市大跌之後開始緩彈 我們也看到在現在的油價美元 都在這個月 他開始出現非常巨大的變化 今天我們特別邀請到吳大任教授 跟吳金融來跟大家 從兩個方向大家關注的 一個是全球在聯準會的升息 大家看到聯準會 現在這個鮑爾突然被割派了 那經過一連串的升息的 今年從三月十五號開始升一碼 到五月再升兩碼 後面有四次連續升三碼 十二月看起來升兩碼 這樣大概十七 到十七之後大約到四點五 那美國到底後面 大家看到當鮑爾在宣示 美國要晃慢升息步調之後 美國的倒窮指數當天大漲七百三十七點 這個我相信大家可以高度關注 在經過這一年的猛烈升息之後 美國未來的升息路徑 跟未來的通膨的走向 今天我們請吳大任教授 來跟大家好好來解析 同時在台積電的亞利桑那場 現在要裝機儀式 現在看起來張周某現在要到美國 同時拜登都要親臨參加 庫克他們都要來 包括黃仁勳 蘇之鋒 都要參加這個儀式 那我相信這個也是一個 台積電在這麼多年當中 非常重要的盛事 那到底是不是去台化或掏空台灣 我們今天請吳金榮來給大家好好 從這個角度來解析 未來的台灣半導力產業的發展 跟他的變化 我們先請吳教授跟大家問候一下 社長好 大家好 吳金榮 社長好 大家好 先請吳教授來談一談 你先來看看這個新金融形勢 到底怎麼走 OK 其實當然現在大家最關切的 還是美國升息的這個幅度還有時間 那當然現在最近鮑爾他已經有好像放 把他的姿態放軟 所以看起來十二月升息兩碼 應該是蠻底定的 但是我想我們從這個圖上面 可以看到這五十年來 美國聯邦利率的變化 那當然從這個軌跡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聯組會 他在貨幣政策上 他處理的方式 那很明顯的可以看到 在二零就是兩千年之前 兩千年之前 美國的貨幣政策 在那個利率的變動這個部分 他常常是急升急降 他看到有通膨 他就馬上升息 那升息呢 通膨已經下來一點 那但是通常是經濟 已經有比較大的衝擊 那呈現一些衰退的跡象 這個時候他又降息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在兩千年之前 他幾乎就是急升急降 但是呢 兩千年之後 他的pattern就改變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他那個波動的這個幅度 兩千年只有兩千年 那個高點 在果林斯班的時候6.5 然後後面這個伯蘭克的時候 到海啸圈5.25 所以現在要猜就是說 這一次會超過5.25 還是6.5 我相信大概就在這個區域 這個是一部分 但是另外一部分 就是大家現在可能也是在研判 就是聯準會 他到底什麼時候會降息 他升息的期間 會拉長到什麼情況 那從現在的這個pattern來看 如果他現在的貨幣政策的考量 是說現在既然有通膨 那他就是做到底 讓通膨徹底的壓下去 甚至連通膨的預期都將來都不會再有 那他徹底的把通膨的這個問題解決掉之後 再回頭過來解決經濟問題 那如果他的考量是這個方式的話 那明年他應該還是會繼續升息 而且呢 最後的最終利率有可能來到超過5% 那但是我也不覺得他會超過6% 應該是在5%到6%之間 因為現在美國的這個經濟情況 已經有一些改變 我特別請教你 其實因為大家都在賣美國公債 你知道嗎 這個賣美國公債 對美國財政部 葉倫現在非常擔心 因為公債流動性一直往下降 往下降 現在我都賣給你的時候 你看中國原來有一兆3200億 現在已經減到9300多億了 日本最高是兩兆 現在是一兆2380億 這種減的時候 你最後一定美國財政部 要把它撐起來 那你撐起來的時候 如果利率非常高 那你就知道 美國是全世界最多錢的國家 最多錢的國家 他當然不希望利率停留在高檔停很久 他上去一下可以 但是如果那個很久 美國會破產的 因為你1%的利息跟5%的利息 那是完全不一樣的 他要增加非常大的負擔 其實升息 那個對家庭對企業 甚至對政府 都會產生沉重的負擔 就是借貸成本大幅上升 那而且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他升息的幅度這麼大 那我想如果 不管是什麼樣的情況 你只要有巨額的貸款 那你所承受的壓力就會越來越大 所以現在看起來壓力最大的 當然還是政府 因為政府的借貸金額 一定是最龐大的 接下來是企業 然後再過來是家庭 那所以說 其實升息過後 那要怎麼樣去收拾殘局 這也是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那當然美國他的情況比較特殊 因為全世界都接受美國 所以說他雖然現在 就是因為政府他的債信還是比較好 所以當他要去償還這些利息支出的時候 他其實還是可以繼續借貸 那因為美國他的債信 就是不管是美國在地的銀行 還是其他的銀行 他其實都願意借錢給美國政府 特別是聯邦政府 所以至少在短期之內 他的這個債務違約的狀況 還不至於會出現 那現在看起來其實風險比較大的還是歐洲 對 這個歐洲你會看到 瑞士信帶他已經估計 第四季要虧失六億美元 那瑞士信帶的股價 年初到12.8元 現在要3.28元 那其實他已經 歐洲其實比美國還累了 所以在這一次的整個市場上 我想那個張力已經拉到非常大的 那如何找到一個新的轉折點 就是說我剛剛講 2000年葛林斯灣6.5元 到柏蘭克的時候5.25元 那現在在上去的時候 我認為大概會在這兩個中間 所以大概我們可以用 這樣的一個方法來判斷 那現在柏蘭克 這個跟這個Bowell 已經有點改變調性 那我想可以看著未來美國的 對抗通膨 或是他保住美國的 現在的債券流動性 這兩個會拉鋸 拉鋸最後看有什麼樣的結果 但是我不覺得 暴力士的升級在明年會出來 所以這個大概就 暴力士的升級在今年告一段落 再來大概就緩升級 大概就定調 我們先定到這裡 也請吳靜雯來跟大家談一下 就是說好 現在 亞利桑那下一個禮拜一定大事 因為拜登也來了 然後庫克他們都來 那其實他是一個象徵性 就是說現在亞利桑那場的 這種裝機儀式 或是牽動 現在有很多貴賓都會參加 然後台積電這次工程師 你看劉德英最近講 他說台灣人 這個不想出國 這個比較麻煩 那其實就是說 如果同樣的 這個台積電在美國 如果落在中國 那大家一定搶破頭 對不對 那台灣就是很多年輕人 比較安逸了 那另外一個角度就好 半導體的去台灣 就很多 張忠謀現在講 很多人嫉妒台灣 那其實也沒有那麼嚴重 那這是劉德英最近在講的 其實你如果看到 他認為台灣的半導力產業 完整的生產鏈 這種生產鏈當中 不會你隨便講一下 他就垮了 你看我們很多名嘴講 他說台積電會變東資 東資做記憶體 他沒有做投籍 這個兩個不同的 那你看我們那個建文局 建文局跟我是同學 他是外交官 他講說掏空台積電 那事實上他外交官對台積電 其實我看他不是很懂 但是他講很大聲 那這個時候 你在抖音上去都看到 一片抹黑台積電的聲音 那中時電子報也在講 他說拜登猛K中國 那會害到自己 那都 現在台灣要面對什麼 抖音因為 央視入股1% 而且政府控制100% 那這個時候抖音 對台灣的認知作戰 政府不能不管 就抖音如果沒有政府的關股 那我覺得那無所謂 但是抖音如果100%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控制的 那你這個媒體在台灣 你應該去思考 所以現在包括施政總會講 他說台積電在美國設廠 是國力跟產業的延伸 那這點我們 吳京榮給大家來說明一下 第一個我贊同那個施政總事長講的是 國力和這個技術的延伸 基本上我們來看 大概很多人可能半導體是什麼 都還不很清楚的時候 來下這種評論 坦白講是不是很恰當的 就是美國時間下個禮拜二 台積電真的是邀請的灌溉引擎 這個美國總統 還有美國商務部長 可能美國還有很多政要 我想他們要去 這個是全美國最先進製成的 半導體公司 那另外台積電也創一個紀錄 他的建廠的速度之快是超越很多美國公司的 這個部分美國人一看到 覺得是坦白講第一個對美國媒體 美國的政界 還有美國的科技界都是一個經驗 另外一方面當然 美國這一些台積電的大客戶 因為台積電有65%左右的營業額 是美國客戶所貢獻的 其中貢獻最大的是Apple 蘋果大概佔台積電25%的營業額 所以當然Cook要去 對 韓國 那個李在榮到要宣誓 他未來要在美國設11座經驗廠 要投2000億美元 也沒有人講去韓話 這個是 對 這個是當然這個因為我們講 這個是我們很多就是你為了要你的市場 所以有時候你就近就近生產 這個因為坦白講這個世界已經有改變了 就是這個地眼政治真的是 因為中國的等於美中的一個對抗來看 大家以前常練沒有問題 全球化沒有問題 現在大家都希望有在地生產 長鏈變短鏈 那尤其台積電掌握半導體最先進的製程 所以以目前來看台積電5奈米 另外張宗謀創辦人也在APEC裡面 也提到就是3奈米 那很多國家說APEC一缸子的國家 都邀進台積電去設廠 那個泰國說你來設廠 大家都請去設廠 但是問題是台積電要去設廠 一定有它的評估 有各種的那種等於各種的 criteria 去評估 對 地積電的黃聰人跟我講 他說最近他去印度莫迪請他去兩次 也邀請他要去設廠 他說印度不知道怎麼開始 有難度 因為坦白講一個半導體要形成一個半導體產業的一個聚落的話 一定要有一個cluster就有聚落 像台灣是非常完整的 所以像您剛剛提到的黃董事長 他也知道台灣是全球生產半導體經驗成本最低的地方 這個畢竟因為怎樣 所有的這種等於供應鏈 材料 都是非常的方便 我舉個例子來講 在二十幾年前台積電大概1995年有到美國設了一家 Wavertec 他就在Portland附近的Wavertec 那Wavertec呢 這是當時的還是八寸廠 設了以後他們才發現說很多特用的化學品 美國沒有 美國沒有 這個東西又不能空運 要海運 那海運又那麼長 而且通常這個特用化學品 坦白講 有一些毒性 有一些等於運送很麻煩 這個成本就相當的高 第二個 當時他們發現 美國的工程師 坦白講 對台灣 第一個 當時他們也不是 因為當時台積電也沒有那麼 地位也沒有那麼重要 他也不是很尊重台灣人 而且認為台灣人加班 Bush 他們也會這樣來認為 當然現在台積電的地位不一樣 我覺得台積電去是等於台積電公司的 實力的一個延伸 然後台積電到美國設廠 第一個Cook 就是蘋果 他也會去那裡下單 他在德國跟他們德國的幹部就講 我們要到亞利桑那場 那個2024年 我們會從那裡買晶片 據說他可能包了三分之一的產能 另外我覺得美國很多就是機密的IC 都會在台積電去生產 那台積電去生產 當然它成本高很多 不過這個美國有一些補貼 這個補貼可以降低它 因為坦白講一個半導體的一個生產 最重要的是折舊費用 折舊費用是非常非常高 那這個部分美國政府有補貼 就是在它的晶片瓦案裡面的補貼 這個部分可以降低台積電的成本 另外台積電有一個好處 它直接跟客戶接觸 當然為什麼呢 當然很多客戶以前都會到台灣 在台積電事實上在 因為有時候有一些在工廠裡面 現在直接可以飛到亞利桑那方便多了 我剛剛已經跟各位報告過 65%的客戶是美國客戶 所以這一些美國客戶 台積電可以接到更多的單 這些單不一定全部在美國生產 有一些可能拉回台灣生產 那這種部分呢 第二個台積電可以在那裡找到人才 不是掏空人才 反而可以吸引人才 因為可能要做現場值班 或者是做operation的人才 台積電可能吸引不到 但是高階的研發的人才 這一些R&D的人才 還有基礎科學研究的人才 這個部分台積電可以跟美國的 所以巴菲特在這個地方加碼台積電 你認為它用意在哪裡 我認為它已經第一個 它體認到這個 第一個我想以前巴菲特 從沒有投資過chip的公司 它體認到這個半導體是非常重要 然後所有半導體的 最厲害的就是台積電 因為台積電不生產自己的產品 所以它是很穩 整個半導體市場下滑的時候 排積電還穩為什麼 因為它portfolio很大 很多的各種不同的產品 這個地方下來 那個地方下來 當然它也會受到影響 因為坦白講覆巢之下無完卵 但是它的卵很多 它比較硬 可破一破 就比較安全一些 好 我想這個 巴菲特這樣你講 我相信大家也很清楚 所以蘋果會下單台積電 那你看到美光大概把最先進晶片 拿到台灣來生產 那劉多英最近在講 巴菲特買台積電獨具會員 所以呼應你的看法 那回來我們請吳教授回頭看台灣 就是說最近的央行總裁在講 全球會有陷入停滯性膨脹的危險 那我們的經濟成長率 大概從3%都現在下降到 明年大概1.75% 那其實前世代大概都要減速 你看到航運 那個運價大概跌到現在 跌76點多% 那全球平均成長大概1.2% 那我想在這種情況之下 大家現在也在看 明年到底會有什麼樣的歐元區 現在也是快速在萎縮 那富邦最近在講說 明年會波銀漸入 那這個就是說 現在我們看到明年我們是 從3.06%大概到2.75% 所以明年的台灣的情勢 吳教授怎麼看 我覺得明年可能是蠻艱難的一年 那其實主要的原因還是 美國它的這個通膨跟升息 其實它不只影響到美國本土的產業 對很多其他的國家 也會產生很大的影響 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圖 就是在過去 那個美國 在去年 應該是說去年 去年美國它的進口金額 就接近三兆美元 那所以我們可以從這裡可以看到 這些都是出口到美國的 這些主要的國家 就是前十大 那前十大當然第一名還是中國 那中國去年出口到美國的金額 超過五千億美元 那台灣是排名在第八位 那台灣就是去年出口的金額 大概是七百七十億 所以這幾個國家 就是在美國它強烈升息之後 其實出口都會受到一些影響 那其實我們可以從另外一個圖來看 就是為什麼我們的出口 會受到比較大的衝擊 那這個圖它上面標示的 是美國的個人消費支出跟儲蓄率 那我們可以看到在疫情剛開始的時候 就是2020年 那時候因為大家都不能出去消費 所以那個個人消費支出 就是它是衰退的情況 那你既然沒有辦法消費 那你剩下來的錢就會多了 所以儲蓄率是超過百分之三十 然後到了去年 那就是有疫苗的施打 然後還有經濟解封 所以在四月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個人消費的年增率 超過百分之三十 那儲蓄率那時候還維持在百分之十二點八 在去年四月的時候 但是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個人消費的年增率其實是一直在下滑 那這個表上面最新的數據是九月 到九月的時候它只剩下八點多 但是更值得我們關注的部分 是它的儲蓄率已經降到三點一 那表示美國的這個家庭經濟 可能很快就要進入入不敷出的這個情況 所以因為通膨跟升息 它會使得那個家庭的必要性支出 大幅成長 所以它可以去購買其他消費產品的預算 一定會縮減 那這個被排擠的這些消費產品裡面 有很多可能就是我們臺灣出口的主力 那像譬如說那個手機 筆電 那即使不是直接從我們臺灣出口 但是裡面有很多重要的零組件 也是臺灣出口 所以我們就會受到這部分的影響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那個現在我們先看我們臺灣出口的情況 我們臺灣在今年八月之前 其實出口的情況都還蠻好的 現在一直往下 對 然後在九月它就有比較大的跌幅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八月之前 我們每個月的出口 大概都可以維持在四百億美元以上 但是九月它就一下掉到三百七十億美元 那十月它有小幅的回升 但是還是沒有辦法突破四百億 以年增來看它還是衰退 所以開始進入這個傳統的出口旺季的時候 那我們出口的表現不理想 另外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美國它的這個升息的情況 雖然它是緩升 但是它不是要降息 所以它還是會繼續升上去 那升息對家庭經濟所產生的影響是累積性的 所以家庭經濟的情況一定會越來越艱難 那所以說消費排擠的這個效果會逐漸的加大 那如果我們從這個邏輯來看 那明年台灣的這個出口其實還是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但是呢我們其實剛才我們從這個圖上面 有看到這個美國十大進口國裡面呢 有六個是亞洲國家 所以如果我們去看就其他國家的這個情況 比較起來我們台灣還算是不錯的 韓國今年很慘 韓國今年1到11月20號 逆差399.98億 那韓國的部分可以先看一下 很明顯它就是掉下來 那現在到了10月呢 它不管是年增還是月增 它都有顯著的衰退 那另外呢中國的部分 其實中國在今年9月之前都還好 10月變富的 對 所以9月之前它都每個月有3000億美元的出口 所以中國它雖然在清零 但是它的這個出口金額還是蠻龐大的 那現在呢是跌破了3000億美元 那日本呢 影響很大 我們看跟去年比 那個真的是沒有辦法比 所以日元雖然貶值的幅度很大 但是對刺激出口的成效 其實是非常有限的 那今年都是一路在下跌 那另外是越南 越南大概是從9月開始 就有衰退的現象 那情況最嚴重的 剛才社長有提到印度 印度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從高點超過400億美元 現在跌到不到300億 那所以說呢 現在看起來我們這些亞洲國家 在出口這部分的表現都不理想 對 好我們來看一個台灣 大概比較敏感 外銷接單 外銷接單 十月份連減6.3 外銷接單過去都成長到9月下 它大概小副成長 現在跌6.3 6.3很有意思就是說 剩下半導體這個電子產品成長9.6 其他全部衰退 衰退裡面光學器材 衰退43.4 塑膠製品衰退38% 基本金屬衰退35 化學品31% 機械25.3 這個都很嚴重 所以這個就是 現在進入202223 大家現在瞎著摸像 你看這個有人講 全球經濟展望沒有疫情那麼壞 這個金融時報講說全球通膨可能觸頂 另外標準普通膠講 美國明年經濟會有溫和衰退 那我們現在景氣對手訊號大概是往下的 現在還有一個變數就是說 中國的香港到底會還要不要解除 這也是大家想像的 另外一個白子運動 會不會在中國帶來一個比較大的新的震盪 我想我們回來請吳京王跟大家來談一下 任正輝最近在內部講 他說經濟寒氣逼人活下來最重要 要從追求規模經濟轉向追求利潤跟現金流 這個轉變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要特別請 我們今天時間也不多 但是我們來看在美中這個晶片戰爭當中 這個角力在最後對中國到底會帶來什麼影響 我想這個會非常大的影響 但是現在以美國來看 中國還是最大的市場 這個是無庸置疑 那美國現在就是把中國市場切兩塊 先進的他就先進制成的 就是說全部都是要鎖住 但是成熟的他讓你去做 因為這個成熟的反正基本上 對於國防各於金勢方面 比較上沒有那麼大的影響 那麼變成美國 因為美商在中國大陸的利益 還是非常的大的 比如說以他的半導體設備 一年2021年去年就賣了146億美金 那麼整個他的半導體IC賣到中國大陸 也有800多億美金 所以艾斯莫我說不能賣給中國 他也受不了 對 艾斯莫絕對受不了 因為他現在就是說 你進我EUV沒有問題 DUV我還是要賣 那當然現在美國可能可以要 達成一個協議就是說 你只能夠做到28奈米以上的 28奈米以下的你不能夠用 所以以目前的狀況是這樣 那我們講回頭來講華為 華為這家公司 坦白講任性是非常的強的 這個是 孤不論我們的政治立場 事實上這個地方是值得學習 而且他可以在各種打壓之下 還能夠生存 那當然所有的晶片都不能賣他 但是有一些他還是申請可以的 所以華為還有4G的手機 因為5G的晶片不給他 4G還給他 還給他一些這個部分 那另外華為也有一些動作 他也積極的建議 現在有兩個角度 一個就是美國會進一步擴大 圍堵的這個力道 這個好像現在 這個參眾兩院都在開始 在想下一輪要怎麼制裁他 另外中國現在要求騰訊跟阿里巴巴 要投入半導體 那這個未來到底可不可成 我覺得是這樣 中國第一個在先進製程 中國已經坦白講 以美國的這種長輩 手都會伸到 那中國政府要求騰訊跟阿里巴巴 是要去開發Riskify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的所有 這個指定級 一般竟然都主要是用ARM的 ARM的這個指定級 所有的手機 各種行動裝置 還有物聯網 但是Riskify是一個開源的軟體 這個軟體基本上也不用授錢 而且也等於是 它是一個公眾財 所以這種公眾財 不會受誰來 美國政府也沒有辦法管到 沒有辦法去管 就是說管制它 所以現在他們要開發Riskify的IC 這個部分呢 但是呢 限於製程 如果你開它先進的AI 因為比如說 這一次美國的禁令 就對於AI禁令 就是說AI的晶片像NVIDIA 它就它的這個A100 H100 這個都受到 因為主要怕中國把這個AI 因為中國人臉辨識很厲害 這個後面背後驅動的引擎 就是NVIDIA開始 我們時間差不多到了 你最後來看一下 就是說這兩個 現在有兩個角度 一個JP Morgan 看淡台積電明年的營運 但是摩根大招也是想摩 他2024營運會進陽 這兩個是明年跟後年的差別 你怎麼看 第一個明年 我覺得台積電也不會好 但是它可能比別的公司好一些 因為明年是整個半導體下來了 因為庫存太多了 因為有兩年的大多招 累積太多的公司 而且很多overbooking的部分 那後年我看那個 就是說小摩 他對後年台積電的營收會進陽 我覺得這一部分是可信度還蠻高的 好 我想這個給大家參考 今天大致上就是說 全球景氣下滑的力道壓力陰影 在明年還是會持續 那在半導體的發展 這個是台灣更加廣固台灣的國力 非常重要一個劃出去的動作 今天謝謝吳教授 也謝謝吳金榮 今天兩位都幸福 好 等一下會來聽聽黃奇 給大家對下一個禮拜的投資 給大家的建議 稍後回來 好了 我們會在哪一間 按照廣告